大家好,欢迎收听牧师医学讲堂 那今天这节课呢,我们来讲 十二生肖的住宅风水,催旺布局 那我相信大家对十二生肖并不陌生 甚至啊,大多数人最初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就是从十二生肖开始的 那无论是老一辈还是现在的年轻人 都喜欢了解自己的生肖 比如说你属兔的,你就喜欢去研究 什么属相和属兔的比较合 属兔的人运势是怎么样的,等等 其实啊,可能你自己也不太清楚 这其中到底有多少是真的,多少是假的 那对于现在很多人而言啊 对十二生肖的认识还非常的简单 性格预测,运势预测 这是大家接受到的最多的 那就跟星座一样,之所以受到追捧 正是因为这里预测呀,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准 非常的神奇 那其实十二生肖啊,它是先人对动物崇拜 以及图腾崇拜的这个文化下的一种产物 那最早啊,它是用于古历法中的 祭年,祭月和祭日 那到了现代以后啊 这种文化它就变得非常特别的有意思 我说一个现象啊 那就是现在很多人喜欢把十二生肖对应到自己身上 比如说你属兔 你骨子里啊,就会觉得自己就是一只兔子 你会觉得你跟兔子一样的温和安静善良 甚至于说啊,你在生活中你都不吃兔肉 你看见别人吃兔肉啊,你都会觉得很残忍 但是呢,你或许又是一个肉食爱好者,对吧 那你吃鸡,你吃鸭,吃猪肉啊,你都很喜欢 唯独啊,你不吃和自己生肖相同的动物 那如果你属老虎 你就会暗示自己,其实就是一只老虎 你喜欢吃肉,你渴望全力 你会给自己划分出啊,很清晰的一个圈子和领地 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啊 那我说这个现象啊,是告诉大家 很多人都很自然的会把自己所属的生肖啊 映射成自己 那我就经常听很多属牛的朋友讲啊 经常他们和经常和别人聊天 那就说啊,自己生活多么累 像牛一样起早贪败的工作 那就是因为啊,自己属牛生肖不好 那还有一些属鸡的朋友 说自己漏财,抓不住钱 为什么呢,因为鸡啊 他吃东西就是一颗米一颗米这样去吃 是吧,你看那个鸡的三只鸡爪 他什么东西都抓不住 所以说啊,这个属鸡的朋友就说自己很漏财 你们看啊,听我讲了这两个现象以后啊 你们是不是有一种感觉 这十二生肖啊 他的心理暗示影响啊,占了很大一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会无意中将某种动物的习性和特征 对应到自己身上去 当然,有的人对应的可能并不是自己的生肖啊 但是啊,一定会有其他什么东西 因为每个人心里面啊,都会藏着一只野兽 那这只野兽啊,代表着现在的自己 或者是说自己理想中希望成为的某个东西 那这种看似玄妙啊,但又确实能够影响到人的这种现象啊 在古代,其实它就是图腾崇拜文化 在现代啊,其实我们用科学一点的角度看 它就是心理学范畴的一种 那如果你承认它与现代心理学有着密切的关联 那么我们就能够更科学的去看待十二生肖在个人性格 以及个人运势中的表现和应用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啊,你属兔 兔子的习性和特征啊 它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你现在的自己 这也是能够讲得通的,也不是那么迷信的 那十二生肖在住宅风水中啊,是如何具体应用的呢 我给大家讲一个,我给这个一个移民加拿大的一个中国客户看的一个风水案例啊 那这个客户呢,她是一个女性 那一家三口 那住宅呢,其实是典型的这个早期欧洲的一个古典式别墅 那她和丈夫的关系啊,一直不太好 因为一些琐事情啊,因为一些琐事老是吵架 后来呢,我就让她给我把那个家里的照片啊,都拍给我啊 当我看到她这个客厅壁厨的一个照片的时候啊 我一下就找到问题了 她家这个壁厨啊,不生活啊 因为现在啊,基本上都是用的那个地卵了 所以说只是一个装饰性的一个壁厨 在壁厨的上方啊,挂着一个大型的园中 在园中下面呢,就摆放着一批装饰用的马柏件 然后呢,我就重点对这个方位进行的测算 那我通过李希盘啊,我得知 这个方位啊,在整个住宅啊,它是属于西方 那在八卦中啊,这个西方啊,它代表什么? 怼卦 而这个怼卦啊,它代表的内向啊,就是人的嘴巴 同时呢,它也代表沟通能力 而这个地方啊,又有一颗七次破军心 那这颗七次破军心啊,它代表的这个磁场能量啊 恰好就是什么呢?打针,住院,伤痛的一类的这个事物啊 而这个大园中啊,它滴滴答答呀,每天想个不停 所以说,大家把这些线索啊,零零散散的这些线索 我刚刚前面讲的,咱们把它串联在一起之后 啊,我们就可以发现啊,一个东西,一个现象了 所以说,我当时就说,你们夫妻关系之所以不好啊 其实是因为你的原因 你什么原因呢?你说话很难听 啊,为什么我说他说话很难听呢? 第一个,这个地方在西方怼工 我前面讲了,怼代表什么呢?代表嘴巴 代表什么呢?代表沟通能力 同时呢,这个方位啊,我刚刚讲了 又有一颗七次破军心啊 这颗七次破军心呢 它就代表伤痛一类的事物 那你想象一下,你把这两个啊 两个关键的一个线索 你把它结合在一起 是不是就代表说,他说话非常难听 是吧,每次吵架呀 都专挑别人的痛点啊 接别人的伤疤 其实呢,刀子嘴,豆腐心 那他就告诉我啊,确实是这样啊 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生气啊,就控制不住了 有些话说出口之后啊 自己也是马上就后悔了 那我说呀,其实这些因素啊 还不一定产生这样的影响 因为在风水啊,中了他要应验 其实需要很多因素重叠在一起 那之所以你这里应验了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什么呢?你去看你园中下面摆放了一匹马的板件 而你自己的生肖什么呢? 属马 明白了吧?就相当于是说 你把自己摆在了一个不利的位置上 所以说啊,我说你关系不合的根源啊 就在你这个地方 而不是你政府那个地方 那我说完之后啊,他似乎啊 好像就恍然大悟了 然后呢,立马就把这个壁厨上这个马摆劫啊 给扔掉了 后来呢,不到一周的时间 他给我反馈了 他说他跟丈夫之间的关系啊 明显的就缓和了 这个不是我瞎说的啊 我在那个朋友圈里面 这个案例我是全程跟踪的 我在那个风水专业班里面 还专门把这个案例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 拿出来给学生们进行一个讲解 那可能有的喜马拉雅的同学就要说了啊 老师,你怎么讲的玄玄乎乎的啊 那我要告诉你啊 其实一点都不玄乎 那在正统的风水学中啊 有一个理论叫做乎形鹤像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东西呢 某种东西我们看着像什么 它就是什么 是什么就会印什么 印什么呢 印验什么东西 那这里面啊 其实就有物理学啊 也包含什么呢 心理学 那这个案例呢 其实啊 我刚刚讲了 很真实的一个案例啊 那通过上面这个案例啊 我们就要明白一个道理了啊 就是大家家里啊 不要乱摆 与自己生肖相关的摆件 因为我发现啊 很多人喜欢在家里摆放这里的物件 比如说你属猪的啊 很多客户就喜欢在家里摆放一些猪公仔 猪摆件啊 用来代表自己 因为自己属猪嘛 感觉呢 摆上这些东西啊 会感觉很亲切 但是啊 殊不知啊 如果你没有摆对位置 正好摆在了一个凶位上 那这个凶位 它所代表的一些不好的事情 可能就会影响到你身上 所以说如果你没有找人专门去勘语 测试过风水啊 作为我们普通人而言啊 最好的处理方案 就是扔掉与自己相关属相的各类物品 那这样呢 可以有效的避免遭遇到不好风水的影响 惹不起咱们躲得起 对吧 那相对的 如果你运气好啊 恰好把自己属相的东西摆放到了极位上 那也会给你带来好的影响 所以说啊 如果不是专业的布局啊 大多数人其实啊 我们说都在碰运气 但是啊 这50%的概率啊 实在是让很多人感到焦虑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 直接扔掉啊 最直接的办法 咱们宁愿不要这50%的好运气啊 也最好是去说 避免碰到另外50%啊 50%不好的运气 对吧 那在风水中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理论啊 大家记住了 就是命宫 什么叫命宫呢 就是你出生年生肖所代表的方位 那这个不同于我前面讲过的这个西北方 前宫和西南方昆宫这个理论啊 那这个命宫呢 是根据不同生肖来决定的 比如说属兔的人 他的命宫在正 方位呢 是在正东方 属虎 属牛的在梗 方位在东北方 属鸡的在怼 方位在正西方 属龙 属蛇的在迅 方位在东南方 属马的在梨 方位在正南方 属羊 属猴的在坤 方位在西南方 属狗 属猪的 在前 西北方 方位在西北方 属老鼠的在坎 正北方 方位在正北方 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些内容 很有用 那这个呢 其实是最基本的风水知识 那我带的这个风水专业班 第三节课 就咱们就会讲这个内容 那我们知道这些信息以后呢 主要是了解自己命宫位 具体在家里的什么方位里面 我举个例子 家里如果有男主人 他的生肖是属龙的 那么大家注意了 我们在看风水的时候 我们就要关注两个方位 第一个方位 西北方 因为西北方在八卦中代表男主 对吧 我以前这个课程中讲过 他对应的是家里的男主人 那西北方好不好啊 会影响到他 那第二个 大家注意了 就是咱们今天讲的 第二个 就是要看男主的命宫位 那男主他属龙 他的命宫位就在逊 他的命宫方位呢 就在东南方 所以说这个男主人 我们要同时去判断 家里西北方和东南方 两个方位的风水 有没有问题 所以说在风水中 我们有句话 叫做什么呢 叫做同宅不同命 也就是说呀 同样的住宅 可能不同的人来住啊 运气他会不一样 就是因为每个人 他的生肖不同 他所代表的命宫位不同 你来住 命宫位在不好的位置 你的运气就很差 可能换一个人来住 别人来住 别人的命宫位 说不定就在好位置上 他的运气就会好 明白了吧 那知道自己命宫位以后啊 作为我们不懂专业风水的这个人来讲 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 首先 风水最基本的讲究 大家注意 是自然 协调 也就是我们说的 要保证 最基本的 干净 整洁 没有杂物 我比如说 你的命宫位在正东方 对吧 你就要特别去留意 正东方的卫生情况 特别是不要堆放杂物 那这样的话 能够最大化的避免环境对风水 造成的不良影响 从而降低对你造成影响的可能性 那这里说到家中的杂物啊 什么才叫杂物呢 其实我去看过很多风水啊 很多客户对这个概念很模糊 不知道家里哪些东西是属于杂物 我让他们把这个家里的杂物啊 扔掉 他们居然一个都扔不掉 他们感觉家里是没有杂物的 那今天呢 我就重点给大家把杂物的定义 我们把它重新定义一下 大家注意听 家里什么东西属于杂物 首先大家注意 家里通常来说只会出现两种东西 第一种 实用的 且你经常会 使用的物品 比方说什么东西啊 比方说你家电家具 是吧 使用啊 你也会经常使用 对吧 包括一些其他的 你经常使用的物品 那第二 大家注意 具有装饰作用的物品 比方说你家里的一些摆件啊 物件啊 它具有一定的装饰作用 很美观的啊 那大家注意了 除开这两种物品以外 其他的都属于杂物 明白了吧 比如说那些你一年到头都难用到一次的东西 它摆在某个地方 又没有装饰作用 对吧 它又不美观 你一年到头也难用到一次 这些啊 都属于杂物啊 都应该扔掉 啊 好了 听完这些课以后啊 你们就赶紧去看看自己的命工位 有没有不好的物品啊 赶紧收拾收拾 那通常来说呀 我们要保证命工位啊 干净整洁 无杂物 同时呢 最好是避免出现一些不吉利的物品 比方说什么 带刺的一些植物 是吧 尖锐的一些物品 垃圾桶 药品 衰败枯黄的植物啊 等等 那这些呢 其实都不利于命工主人的运势 那如果家里命工位落在厕所 这些没办法避免和改造的区域啊 那就比较麻烦了啊 这个啊 就得具体勘语布局进行调整了 但是呢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啊 做好我前面说的几点 其实就已经够了啊 那听到这里有新的同学 可能就已经明白了 想要利用生肖命工来催旺风水 其实原理它是类似的 既然命工它代表自己 对吧 我们前面讲了 为了避免风水影响自己 我们要做到这个区域 干净整洁等等之类的 是吧 那想要催旺自己 同样的 你就可以想办法把自己命工位的环境 布置的优美漂亮一些 那比如说 这个位置 它如果正好是阳台 你就可以自己设计一下 如何把阳台给打造一下 让这个区域啊 看起来舒服 舒适 美观 因为这些带有美好寓意 或者是说美观的一些物件 景观啊 的这种环境 它同样能够 引设反馈到你的身上 从而呢 推忘你的运势 大家明白了吧 好了 今天的课程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